其實剛聊到現在 一課中心感覺接受到國家的任務蠻多元的 但是你們從哪裡確保自己有這樣的 足夠的專業知識去接這個任務 因為不然這樣要懂的東西也太多了吧 基本上我認為科學研究最重要的一個點是 一方面中心被賦予的任務是支援國家任務 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是要支援學術研究 那既然你要支援學術研究 基本上你就是站在學術研究的最頂端 你才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的研究院當然在補充自己的知識 在特定領域去參加一些國際會議 就是可以跟國際上最頂尖最傑出的人才一起去開會 會舉在那邊然後可以討論這樣子 那跟學校的學術單位合作 你也可以從他們那邊獲取新的知識 這些東西都是疊加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當然要保持持續的吸收薪資才可以往前走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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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